这关系到诸位的妾身里,自然无人敢怠慢,特别是这种突然出现的秘笛,在任何秘境中一旦出现,往往便带着惊人的给予,谁都不愿错误。 唯有知道原委的秦晨,此刻目光却疑惑地搜寻着,那群黑衣人去哪儿了? 此地原本有意禁止,博登也是无意路过此地,打开之后却发现这里出现了一片神奇的大陆,至于其他,博登也不知晓。 面对这么多势力的询问,红颜武皇冷冷道, 如何才能进入这片大陆啊?血脉圣地的领队询问道, 你问我,我如何知晓?本皇若是知道怎么进入这片大陆,岂会在这里白白干等? 红颜武皇语气很不悦,没办法,这群黑衣人直接跑路了,只留下他在这里,心中早就憋了一肚子活了。 众人也是无奈,也对啊,如果飘渺宫的人知道如何进入这片大陆,肯定第一时间人家就进去了,断不会留在这里的。 接下来,各大势力们都在寻找着进入的方法,各种方法都尝试了个遍, 可是那片大陆仿佛隐匿在无尽虚空深处,根本就无法靠近。 或许啊,有五帝强者在此可以尝试着穿梭虚空接近试试, 可惜场上的众人拒是无荒,目前还都做不到虚空穿梭呢。 在众人都有些急躁之时,嗡的一下,突兀的,从那大陆之上,竖的伸出了一道彩虹。 顿时,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去。 这并非寻常的彩虹,不但呈现韭彩,而且一头连接着古鱼界, 而另一头则是连接着那虚空中的大陆。 彩虹路?难道是进入那片大陆的通道吗? 众人纷纷惊喜他,我来试试。 当即有一名靠近的武皇第一时间冲了上去, 直接踏上了彩虹道路。 这彩虹道路十分的辽阔, 骑马有十丈块, 不知道有多长, 蔓延向虚空的尽头。 可是,武皇刚一踏上去, 却像是踩滑了一般, 重重地摔了下来, 直接摔了个勾坑室。 一个武皇会狡猾? 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呢, 可现在却实实在在地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。 嗯,嗯, 哈哈哈哈, 开比武皇, 你堂堂中心巅峰武皇的实力, 怎么连战都站不稳呢? 太大意了吧你! 一名武皇哈哈大笑着, 纵神而起, 来到了彩虹路线, 当即踏了上去。 啪唧! 他的脚下也是一环, 就跟之前开米武皇一样, 一个失去平衡, 顿时摔倒在地, 脸都创清了, 疼得呲牙咧嘴的。 哎呦, 呃哈! 咦? 众人露出惊疑之色, 如果只是开米武皇一不小心摔倒的话, 或许还是意外, 可是现在, 连中卧武皇也同样摔倒, 那就绝对不是意外了。 两名武皇同时走路摔倒的概率为多少? 可以说是零啊。 我也来试试! 顿时, 其他武皇也上前了, 嗖嗖嗖的, 一名名武皇纷纷踏上了彩虹通道, 啪唧! 啪唧! 顿时一个个的摔倒下来, 极其的狼狈。 但是, 也有一些八截后期的武皇走上了彩虹桥, 只是没走几步, 就从上面也摔了下来。 哼, 我就不信了。 有武皇冷哼一声, 直接飞起, 想要从天空中落下, 可更奇怪的是, 从天空中是无法落到彩虹桥上去的。 这彩虹桥, 有规则之力阻碍啊! 想要踏上这彩虹桥, 必须要利用规则之力, 抵消到彩虹桥上的力量, 才能完全走上去啊! 几番测试之后, 倒也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, 有强者当即名声道, 找出了规则。 其他的尝试过的武皇们也纷纷震惊, 这彩虹桥上竟然有规则之力吗? 更令他们震惊的是, 这规则之力竟然类似于传闻之中的法则之力。 是武皇突破五地必须掌握的力量。 顿时, 道西冷气的声音此起彼伏。 武皇突破五地难在什么地方? 就是因为法则, 规则虚无缥缈, 无法接触。 可如今, 这一座神秘的彩虹桥上竟然有规则之力萦绕, 也就是说, 只要他们能走上这彩虹桥, 便能对规则之力有初步的了解。 这简直就是前所未有的大机缘。 此时此刻, 每个武皇的脸色都变了, 特别是司徒真和陵远南等八截后期的, 甚至八截后期巅峰的武皇们也更是激动无比的, 无以复加。 他们纷纷地纵身而起, 一个个地走上了彩虹桥, 全力感悟着彩虹桥上的规则, 一边对抗, 一边向前。 光是这彩虹桥上, 便蕴含着一丝规则之力。 那么虚空中的那突然出现的大陆之上, 又会有什么呢? 无人知晓。 众人唯一肯定的是, 这将是一个大机缘, 甚至远远超过了古一界本身的大机缘。 这一刻, 没有人能保持淡定, 一个个纷纷艰难地跨上彩虹桥, 全力地向前。 至于各大势力的普通武皇和弟子们, 怎么办呢? 这就不是他们能够考虑的了。 只是吩咐了一下之后, 让大家各自小心, 便开始纷纷地踏上了彩虹桥。 这可是武帝的机缘, 千百年难得一见, 若是不抓住, 天理难容啊! 眨眼的功夫, 红颜武皇, 金身武皇, 幻影武皇, 司徒珍等各大势力的顶尖强者, 已经纷纷地踏上了彩虹桥。 差距, 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。 同样是巅峰武皇, 红颜武皇速度最快, 他一开始摇摇晃晃, 到了后来越来越稳, 走在最前面。 接下来的呢, 是金身武皇, 司徒珍等几大顶尖势力的领队。 紧跟着红颜武皇并不落后多少, 然后啊, 是天飞武皇, 陵远南等枪着。 他们渐行渐远, 很快地消失在了视线尽头。 除了这些八阶后期, 乃至后期巅峰的武皇之外, 一些八阶中期巅峰, 八阶中期的武皇, 也随之地踏上了彩虹桥。 他们的速度却要慢了很多, 但是几番尝试之后, 渐渐地也都摸到了一些门道, 艰难地向前挪动。 不得不说, 能够进入古鱼界的都是各大势力顶级天教, 天赋和领悟方面都是不容小觑。 基本上啊, 也都是纷纷走上了彩虹桥, 只是有些缓慢而已。 最后, 场上只剩下了一群原本只是武王, 但是却刚刚在古鱼界中突破的武皇天教们。 走, 我们也试试。 有人目光一闪, 想要踏上彩虹桥。 这是滕家的一名天教, 气势不凡, 体内凝炼的空间倒泽之力, 起码有七八条, 散发出惊人的空间之力。 只是, 他还没到彩虹桥之前, 突然就被一道人影给拦住了。 喳喳, 我家风雷弟子还未上桥呢, 哪轮得到你出头啊? 这是薛原帝国的一名天教, 出言冷笑。 难道风雷弟子不上桥, 其他人都不过了不少? 童家天教, 脸色一变, 冷哼一声。 那是自然的, 此彩虹桥呢, 只有真正的天教英雄才能踏上, 至于别的人, 最好识相一点, 别什么阿猫阿狗的, 都上来试一试。 薛原帝国之人很是狂妄, 放声冷笑, 目光扫视场上众人。 太过分了吧! 场上众人脸色顿时一沉, 阿猫阿狗, 这是在说他们吗? 能来到这里的哪个不是天教啊? 即便是忌惮薛原帝国, 又岂会甘愿忍受如此侮辱? 天教, 又怎么会服谁呢? 你说风雷弟子是天教道也不过分, 可你算个什么东西, 也配合我们腾川东这么说话? 果然, 那腾家天教第一个忍不住了, 浑身爆发出恐怖的杀气。 本少叫铸天歌, 薛原帝国, 铸家嫡子。 这阻拦腾川东的年轻人, 傲然道, 没听过, 腾川东耻笑了一声, 那你现在听说了, 并会铭记终生的, 因为我将是赐予你惨败之人。 铸天歌悍然出手, 右手探处, 画成了一只如碧玉一般的璀璨手掌, 抓向了腾川东。 哼, 你这是自取其辱! 腾川东丝毫不怂, 双手舞动, 一座碧蓝色的滕海浮现了出手, 有如临海惊涛之声, 以排山倒海之势相应, 空的一招, 两人对碰了一招, 恐怖的真元朝着四面八方冲撞过去, 形成了一团刺目的光影。 呵呵呵呵, 腾家少爷不过如此嘛, 铸天歌大笑, 姿态狂放, 先前不过时热身, 既然你想找死, 那本少就成全你。 腾川东大怒, 他乃是腾家嫡子, 腾家此行第一天教, 他给自己的标准, 就是对标薛元帝国风雨雷弟子, 若连薛元帝国一个小小世家的天教都拿不下的话, 颜面何存? 轰的一声, 他身上有惊人的绿光爆发, 头顶之上, 无数道藤条虚影疯狂闪烁, 化作了漫天的触手, 蔓延而出。 呵呵呵, 来得好, 铸天歌大笑纵身而上, 轰的一声, 两大年轻天教展开了大战, 他们都是武皇初期的境界中, 超绝的人物, 哪怕是未曾跨入到中期境界, 可是战力却是无比的惊人, 两人你来我往, 势均力敌。 陈少, 这薛元帝国的人也太过分了, 我们要不要上? 叶末和炎赤道目光一眯, 沉声问道, 两个人对着彩虹桥啊, 也是十分的期待的, 这可是能够感悟规则之力的桥梁啊, 就算是以他们现在的修为, 无法因此突破为九天五地强者, 可是一旦感悟到一丝, 那将来突破五地的概率, 那也是将会大大提升的, 是寻常天教的数倍, 甚至十倍, 岂能就这么放弃? 不着急, 没看这么多人还没动吗? 那薛元帝国虽强, 还能把彩虹桥完全霸展不上? 行尘弹小, 不一为一, 随便看去, 就可以看到欧阳娜呢, 灵异等人, 个个是嘴角擒着冷笑, 战意废腾。 不止丹阁这边, 其他类似于什么古方教啊, 幻魔宗啊, 气垫, 雾隐门, 血脉圣地等等, 诸多势力的天教, 哪一个不是跃跃于世啊? 风雨雷势强, 但是同为天教, 谁还真怕了他不成啊? 秦晨啊, 在等, 为何幽谦雪还没到来? 执法殿和飘渺宫的弟子, 不应该没得到消息啊, 岂会放弃这样的资源? 砰! 而这时, 先前交手的两人已经分出了胜负, 轰的一声, 藤家藤川东的身上溢出了鲜血, 胸口出现了一道伤痕, 狼狈地倒飞出上百米, 他对面, 铸天歌也是颇为狼狈, 但是却未受伤, 只是冷笑地看着藤川东, 显然是占据了上府。 什么? 众人大惊, 一个轩辕帝国的普通天骄而已, 竟然击败了堂堂藤家的继承人, 这开什么玩笑啊, 轩辕帝国竟然如此之强吗? 哼, 堂堂隐世世家, 藤家继承人就这点实力啊, 不过如此啊, 铸天歌冷笑, 姿态狂放, 你! 藤家两名弟子按耐不住, 怒气冲冲地就要杀上去, 但是, 却被藤川东给拦了下, 他摇着头, 脸色阴沉, 连他都掰了, 家族其他人上前, 那也只能是自取其辱, 只会助长他人气势, 灭自己的胃膊。 风雷弟子微笑, 看向场上众人, 仿佛此刻他是所有人中的帝王一般, 在审视着。 忽然, 他的目光落在了陈思思的脸上, 微微一笑道, 幻魔宗圣女, 你可过来, 与本弟子一同踏上这彩虹通道, 共享这份荣耀。 他是英雄, 可英雄路上若没美人陪伴, 那岂不是寂寞啊? 陈思思轻笑起来, 风雷弟子说笑了, 在下不过一剑女流之辈, 岂敢与弟子一同前行, 在下还是和朋友一起好了。 他轻笑一声, 身材曼妙, 如九天仙女, 偏然若仙, 来到了秦晨的身边。 不知秦公子, 可否愿意与我一当? 他含笑看着秦晨, 气土如蓝, 两只水灵灵的眼睛, 仿佛会说话一般。 没兴趣。 秦晨也懒得去猜, 这陈思思是什么心思, 直言不讳。 场上众人郁闷得快要吐下, 如此美人主动地投怀送抱, 秦晨竟然出言拒绝, 这家伙是男人吗? 秦公子, 你这是想让思思为难吗?